慈濟緬甸聯絡處的疫情紓困 持續不中斷 丹陰鎮的科馬雅馬寺廟 最近因為疫情停課 因此慈濟職工要私立的法師 與老師一起參與發放 這次發放的地點阿蘭素村 距離寺廟不遠 負責牽線的是一位 曾在那幾次風災後 與慈濟有過合作的建築隊隊長 這次他也主動號召朋友一起投入 我們在樓岸馬路 在樓岸馬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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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樓岸馬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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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職工製造的物資 有大米三包共48公斤 還有食用油兩公升 樓岸馬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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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分送物資 志工也分享一把米助人 让爱的涟漪 能在更多地方扩散开来 大爱新闻 黄露发 陈永华 陈永胜 面殿报道